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盖伯瑞就是一名Mav的干警 虽然是警察,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居民都奉公守法 所以他的工作,也无非都是些例行公事的巡逻和调查等等 回到家里有美丽温柔的妻子迎接他 小日子过得实在而安定 然而就在某一天的早上 他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平凡的他不知为什么拥有了超能力 随意的一脚踢出就能废掉一根金属电线杆 而且身体的灵敏性和速度也大增 奔跑起来简直如风驰电掣 躲避飞驶交错的汽车更是小菜一碟 盖伯瑞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大惑不解 更让他莫名其妙的是 自己突然遭到一群Mav特警如临大敌般的围捕 侥幸逃脱的游篮 几经周折终于弄明白真相 原来来自另外一个平行空间的复制体 和他一模一样的坏游篮 已经非法潜伏到这个空间 这个坏游篮已经杀死了其他数个空间的复制体 每杀掉一个自己其他复制体的功力就会增长 影片中坏游篮的目标正是唯一幸存着的游篮 伺机要将他置之死地 而Mav也被这个坏游篮所迷惑 以为盖伯瑞成了变态杀手 因此对他大肆追击 进退两难的盖伯瑞不得不振奋起精神 一边提防着Mav的追捕 一边还必须同另外一个自己周旋搏斗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